试约嫂子事件被北深分析透彻 选手没情伤 想不被王死李搞救遗迹 到底是什么呢 想必南京hero试约嫂子事件 大家都已经知道全部过程了 试约让女方意外不管不问 女方找到试约母亲理论吃了闭门羹不说 还被羞辱 导致女方一怒之下将事件过程全部爆出 但当女方看到俱乐部对试约处罚竞赛一场后 立即再次发文回应 只要俱乐部让试约首发 便会爆出更多猛料 一时让网友们又吃了大瓜 而当东方替换试约首发 对阵涛博时 竟然状态拉满 表现极佳被众人夸赞 最终Hero临风了涛博 可以说东方这次抓住了机会 如果东方接下来保持这样的状态 试约大概率是无了 自作孽没办法 而针对试约嫂子事件 北深也得出了最透彻的分析 可以说试约 试约你看 最近在Hero表现的 卧槽 就最近两场吧 感觉Hero要稳定固定首发 准备冲击后赛了 然后就突然 突然又爆出来这么一个东西 对吧 然后又看了 我其实昨天我也在微博看了 我觉得怎么说呢 没有任何很多事情 其实尤其是像这种类型的事情吧 对吧 我觉得尤其是像这种类型的事情啊 我觉得作为男方 不管是小孩子本人 还是说男方的家长 我觉得就多赶紧 赶紧给钱就完事了 我说实话 赶紧给钱就完事了 还说那么多 还在网 还把这种事情拿到网上来撕逼 真的是 赶紧去给人家女孩子 给钱就完事了呗 这种东西 对吧 就这种事情你要搁 我给你们说 假如我不评价这种事情啊 但是你要搁我 我会怎么处理啊 假如我 我会怎么处理 两个人分手了 你突然 你突然 爆出来这些奇奇怪怪的 这些东西 你要搁我 你在哪 你现在人在哪 咱 我现在马上到你的城市 咱面谈 你不要在网上在这发来发去 就是 咱现在面谈 你要多少钱 你就说 对吧 就是这么简单 作为男方 那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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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跟人家女孩 那以前有感情啊 两个人谈恋爱 对吧 现在呢 现在这社会 本来就 对吧 大家都比较开放 那你们 你们 你们谈恋爱 发生了一点什么 男女之间的事情 这些东西 我觉得 就那样吧 那小孩子 对吧 没有注意 对吧 安全措施什么的 那 既然说 已经对人家女孩子的身体 有了伤害 那这种东西 已经是无可逆的伤害的情况下 对吧 那作为男方 首先就是主动 马上主动的 那就只能说 那咱们就只能说经济赔偿了 你也不要扯什么 对吧 女孩子 不差钱 那你要说不差钱 只是想搞你 那你当我没说 好吧 但是你要跟我 我就只说我自己 如果我遇见这种事情 我马上 咱现在坐下来面谈 对吧 毕竟 那我们曾经相爱过 对吧 我们曾经也是在一起过 没有必要说因为分手了 好像就怎么样了一样 当然这个东西也是根据 两双方在相处的过程中具体发生了什么 这个咱没有办法去评价 你知道吧 因为两个人在相处过程中有很多情感 纠缠在一起 我觉得这种东西是没有必要网友去评价什么 这种东西意义不大 不得不说 北盛的分析是靠谱的 月光发文也是这样的想法 事已至此 誓约想保住自己的职业道路 只能拿钱了事 而且誓约似乎还得让其母亲道歉 不然很难被其女方原谅 毕竟当时的话语属实不是很恰当 在这样现实的社会 情一谈功了 就只能谈钱了 想不被王死李搞几乎就这一击了